我们都知道,苏联解体后,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,都没有放弃过继续制裁俄罗斯,一方面美国是想实现自己的霸权主义,巩固自己的在国际社会的地位, 另一方面,美国也是有些忌惮俄罗斯的军事实力的,因此,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从没有停过,也正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国家接连不断的发难,给俄罗斯经济的发展,带来了不小的影响,尽管如此,俄罗斯凭借着过硬的军事实力,还是让美国和欧洲国家觉得头疼, 毕竟在叙利亚的战场上,叙利亚政府军在俄罗斯的帮助下,让坚持了七年的美国,都没有占到多大便宜,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纠纷中,虽然北约各国都纷纷站队,参与了针对俄罗斯的军事演习中, 但俄罗斯的战略导弹一部署,他们都不顾盟友的交情落荒而逃,可见俄罗斯的军事实力在国际上的影响都是很大的,种种迹象都表明,俄罗斯的军队是他们引以为傲的,就在近日,俄罗斯方面表示,想要为自己的军队进行更名,想要运用欧洲一些国家城市的名字来命名, 以此展现自己国家军队至高无上的荣誉,俄罗斯这样的做法,无疑是在向欧洲国家挑衅,眼前的欧洲国家,虽然因为贸易战的问题和美国闹得很僵,但是面对俄罗斯这样的行为,他们应该不会坐以待毙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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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